我们也注意到这部电影 应该是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追风筝的人 改编自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同名的小说 那么这本小说故事所讲述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那么911事件之后 美国以反恐之名入侵阿富汗 使阿富汗处于战乱动荡之中 难以找到和平与安宁之所 所以剧组就选择到我国的新疆 哈什塔县等地取景拍摄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电影中的一些画面 比如影片开头 阿米尔的父亲和导师看风筝比赛的地方 就是喀什古城的百年老茶馆 他踩着这个茶馆的局部的一个镜头 再比如阿米尔和哈桑在石榴树下一起玩 这个背景就是新疆塔士库尔干的石头城 因为这个画面比较清晰 那相关的其他画面也都有 大家网上也能找到这部电影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想想还能看到发现很多 来自新疆卡什和塔士库尔干等地 这样的一些镜头 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 发起阿富汗战争 并不是为了阿富汗这个国家 也不是为了造福阿富汗的人民 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他们给阿富汗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就是战火纷飞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连拍部电影都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地 而中国新疆安定祥和 美国却视而不见 反而误称新疆侵犯了人权 这是多么的虚伪